我想他可能連國民黨的傀儡都說不上吧 那第二個就是說是不是雙面人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時間差的 有落差的一個判斷 除了我要講說 國產疫苗是一個重要的戰略疫苗 全國大家都要一起來努力 兩年前他的看的角度跟我們不一樣 兩年後他看的角度也跟我們不一樣 也跟他自己不一樣 都沒有算說多少次 不過各個選區 這些自治會等等 都非常的熱情 也都非常希望我去跟大家打招呼 那我也非常願意 然後去跟大家拔甘情 另外也了解地方的需要 那將來市政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重要的參考 市長今天美農美法會會成立 那你平常大概多久會解釋 我把它都大概打一個價格 大概第一個 我自己的以前在鄰居他自己在剪髮 那另外有時候到外面剪 不過大部分都是由這位鄰居幫我來剪比較多 那剪頭髮的時候一個月 那有時候快一點三個禮拜 大概這樣子 部長不好意思 外界推測就是黃珊珊如果得票率大於20% 蔣萬安就一定會獲勝 那黃珊珊似乎好像會搶到你的選票 那你之後會怎麼移民 我大概都沒有去做這方面的一個計算 我的方向還是要以50%為目標 盡量讓所有的市民都能夠照顧到的一個市政的政策 為我們的一個主要的一個標的 所以不會去計算各個候選人的一個增減 因為我們目標是要超過50% 之所以要超過50% 當然第一個就是我們要照顧大部分的市民為出發點 不是針對小眾 是針對大眾 然後第二個在執政的時候也要有50%的選票做後盾 那我們市政才會順暢 才能夠真正造福我們的市民 那市政才會進步 部長柯文哲說當時中央說要買疫苗 然後你們請他們不要買 再還原一下當時的狀況 另外部長會不會覺得藍民跟白的鄭民 一直打BNT採購話題在冷飯熱場 我想大概柯市長講這話就一點 就毫不負責了 好 我可以這樣講 因為這事情市府又來韓 那又來指揮中心 來拜會我們 那我們的態度是這樣 我們把在購買疫苗的一個所有的狀況 跟他們做報告 我們準備跟誰買多少 我們準備怎麼樣 那有一些在計畫進行中的 相對的採購的數目 都讓他們了解 然後第二個國際的一個傾向跟趨勢 我們也做報告 然後最後我們都會請他們 就是說如果他們要買 請他們盡速把相關採購的計畫報上來 要買什麼要花多少錢 那這樣我們才能夠看說政府能不能予以協助 所以大致上整體的情況我們是開城布公跟地方政府 讓他們了解說我們的購買計畫 那我還記得到最後到11月23號那之前時候我們還是在跟他們強調說要不要購買 這是事務 我們跟他報告的這個情況之後 那請他們自己審酌 部長你剛剛提到說以百分之50為目標 可是他對手這裡提出說投陳時中一票 投週一扣一票 那你覺得這對你有幫助嗎 我想這個各個媒體新聞人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 也代表他自己 他自己對自己的言論負責 那在外面的人不需要把誰跟誰勾在一起 我想這個是不好的 部長這邊一樣同樣問到柯文哲的問題 昨天公佈這個全國縣市實證滿意度 柯文哲六都對差 全國又倒數 那部長你怎麼看 我想市政上面 當然柯市府也有一些努力 這不容否認 但是從這樣的一個排比 評比的成績看來 就是說我們在出發的時候 覺得市政有一些延宕 我想我們的判斷沒有錯誤 然後我們希望把這樣的情況能夠改正過來 菊傑菊在臉書常常批評你 但是他可能也被網友打包說他自己有到處 那會不會覺得他這樣子也是雙重標準 對啦他常常做這種事情我也不想再多做批評 部長想問一下 政大就是有學生在廁所貼您的照片玩這種偷窺梗 部長會支持這種二創嗎 你會不會在意然後會不會擔心流失年輕選票 我想這樣的一個在學校他們學校裡面 學校學校的校規 那他們自己符合那個校規 又符合這東西就可以 我這些東西不會在意 好懷疑 國民黨早上開記者會 那爆料的省榮金跟薛瑞瑞去年黨買疫苗 那省榮金還說不要給政府添麻煩 部長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想大概就是說用這樣來做影射是不對的 政府在做政策的決定的時候是綜合判斷 用會議中如果有用會議中的話來講 那都是不道德的 像在政府在做決定可能有一些報告 那有一些什麼 那做主觀的人總是要下去一些評斷 那我們絕對沒有擋疫苗 我之前講過執政黨不會去擋疫苗 這是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 我們要為疫情負責 那疫苗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戰略武器 那我們自己放棄了戰略武器 甚或我們自己把戰略武器把它擋住 那然後讓疫情被攻擊 讓人民的健康受到損傷 沒有執政黨會這樣做 我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邏輯 縱使是國民黨如果今天執政 我們也不會去攻擊他擋疫苗 這樣因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都會盡力把這件事情做好 況且其實整個政府的施政 除了在政務之外 還有事務的體系 事務的體系一向都是報效國家 國家最優秀的人員 縱使政務人員要去擋疫苗 事務體系也不會同意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種基本的邏輯 我要請大家要看清楚 認清楚 我們全力都在爭取疫苗 從前年2020的6月開始 跟國外各大廠開始做評估 然後就不斷 9月底跟COVID就簽約了 10月跟AZ 我們跟AZ還是全世界 算是最前面簽約的國家 那本來1月初就會跟BNT 那BNT有稍微有外力的一些干擾 跟一些國際合約的問題 那2月初我們就跟莫德納 2月多吧 大概春節的時候莫德納就簽約了 這些都是努力做 那到3月22號第一批疫苗進來 政府立法委員都在質疑 就是說疫苗進來打不完怎麼辦 對不對 大家都可以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4月初的時候 那開始大家覺得有疫情起來 那大家追疫苗 那即使國外日本跟美國即使也伸出援手 那之所以日本跟美國之間當然是長期的 我們的一個國家跟國家人民跟人民的一個情依 那也很重要在前一年 我們對於口罩的一個相關的捐贈 也感動了其他的國家 所以才有這樣的善的循環 這都在政府的努力之下所達成的 所以政府不可能去擋疫苗 如果說我們有擋疫苗就是 就是在中國的滅活疫這疫苗 因為在法上面 在中國製造疫苗是不能進口 那國民黨如果覺得 中國的疫苗這麼好 那可以在立法院提案修改 我們相關的規定 然後再來讓我們做決定 那他也不做這個事情 那所以說擋疫苗的 執政黨絕對不可能擋疫苗 那有一些外力的干擾也是確實 那我們都盡心盡力 全新成績以疫苗合格的疫苗 能夠進來為最大的一個方向 跟我們的一個政策 部長吳子佳他說你疫苗有貪污 那你會想告他嗎 我大概會做相關的一個考慮 不過在選戰期間 很多人都要運用這種誇張無稽的言論 然後誘使這個所謂的候選人去告他 博得一定的聲量 或許個人的利益 我不會這樣做 部長 蔣灣說昨天批評你是傀儡 又說你是雙面人 但是從他以前也支持過說要發展國產疫苗的部分 會不會覺得他自己才是雙面人 或許是國民黨的傀儡 我想他可能連國民黨的傀儡都說不上吧 那第二個就是說是不是雙面人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時間差的落差的一個判斷 除了我要講說國產疫苗是一個重要的戰略疫苗 全國大家都要一起來努力 兩年前他的看的角度跟我們不一樣 兩年後他看的角度也跟我們不一樣 也跟他自己不一樣 那剛剛在去年去年有關於在立法院 他所有的直接要揭露的訊息 要在祕密會裡面揭露 是當他主席他都同意的事情 然後今年他都變成他不同意了 那我想這都是一些 在我想在政治人物 在思考事情的時候 應該要更全面更完整一些才好 不然剛才林浩宁接受廣播他有說到了 你現在很像2014年的時候 我只要獲得全球的關注 然後也獲得小融幕 然後另外他也說到了 未來的策略不論是打獎還是打王 然後你的策略都不會採取單一的策略 那林浩宁看他這樣說 我沒有完全了解他說 不過就是我昨天講的 我現在大概不會以說攻擊個別的候選 當作我選舉的一個策略或戰略 我的戰略還是要爭取50%以上選民的認同 用這樣子來照顧全體市民為我競選的主軸 當作我要施政的一個目標 我相信本黨所有的候選人 包括我包括我們現在身邊站的 我們的各個議員的候選人 也都是要抱歉我們要議員要全壘黨 那我們施政的時候要爭取50%以上的選票 那這樣讓施政順暢才能夠真正貢獻所學 可以給市民 部長這邊最後一提就是那個藍營 有70位里長改掛五黨籍參選 王世堅他說因為蔣萬安太空翻 那部長會覺得蔣萬安太無聊 沒有我想大概就是說 其實包括藍營的對國民黨的提名人 也是不是那麼有信心 所以有點觀望的心態 因為蔣萬安也說政大的那個學弟是有創意 你怎麼看 他有差距有創意 那以後別人創意到身上的時候 大家就要請大家多包涵 請你 最好的 陳特申理事長 許請我們理事長漂撇的楊老師 還有現場和所有後援會好夥伴 大家好 今天我們今天來你看 我們辦了好多場的後援會 我們辦了好多 今天這次後援會 是我們議員來後援會 這次援會 大家對美容美髮業 大家是拾其他的 我們剛才援會 這次大概是 應該四大社社團 規模很大的 人比這個多 但那次來出的 今天來8加1 有事情先走 所以這應該是大家對 整個的美容美髮業一個尊重 和一個我們了解 強調是要和大家的高朋友 大家的高朋友的創作 就像他理事長在說的 怎麼台北更漂亮 怎麼大家人都接觸到很多的訊息 怎麼這個訊息傳到這裡來 傳到大家的智慧做得好 這是一個很要緊 我剛才很感動 聽楊老師 說一大月差不多和我同年紀 那個時候我們可以說是 台灣人的BI 不知道啦 那個年代發生了很多事情 他比較年輕的可能比較不知道 那時候真的感覺是台灣人 但是 去台的台灣人也沒屈服 去台的台灣人把台灣人的悲哀 走到像楊老師這樣 那個台灣人的驕傲 是不是這樣 要說特別是不是這樣 那是人痛苦 從東部 起到北部 應該是舉目 無親 半工半讀 台下鼻翼 這樣又沒關係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 鼻翼翼翼 感覺對自己這個行業 感覺可以進步 所以就蝦翠 我剛才說的 不斷蝦翠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覺得我比牙翼翼翼 覺得我做牙醫師 我這個環境 還有改進的位 我們就不斷在想 怎麼讓他比較好 怎麼讓他比較好 所以我剛剛說 在古早 聽說我們台灣人的BI 到台灣人的驕傲 到期望 我可以談論 兩個理事長在說 我們可以說是 我美容美髮 我驕傲 是不是這樣 兩個理事長 都說我前面說 怎麼 他在說一句 我嚇一跳 要你好看 我就說怎麼這樣 他上台對我說 要你好看 實際上這句話 很貼切 就是美容美髮 也就要讓大家好看 我們 議員 我們要讓台北好看 你們要 要你好看的人 極其要台北好看的人 大家一起 台北 越來越漂亮 你一起來拼 好嗎 我們整個美容美髮 要整個 一個是觀念 所以剛才理事長一直在強調 洗頭洗腦 好嗎 洗頭洗腦 怎麼把美的概念 在服務的時候 讓我們的客戶 能夠了解 以後客戶 全越來越好 是靠這個美感 技術 讓大家感動 大家心 讓人 讓人 每個人都變得漂亮 台北 自然就變得漂亮 所以在這裡面很重要的未來 我想 可以最直接跟大家來講 就是說 我們將來怎麼樣把這種 會展 辦大來 給了解的人越多 大家能夠觀摩 互相交流 甚至有一些 記憶性的 記憶的一些 比賽或是觀摩 我們期間會再做 來辦 辦好 把辦好國際化 然後第二個 要讓我們的 台灣家有記憶的人 能夠世界展現 所以參加國際的這些 這些賽展 跟這個公會 跟這個會話 這個協會 公會 大家這會來辦 也把我們的技術 帶出去 那可以增加我們的一個信心 讓增加世界的能見度 這樣好嗎 像來這部 我們第一個政見 我們就拿什麼 我們就提供要成立國際事務局 就這樣 就要給世界看的台北 美容美防業 修工 帶這個台灣來辦 這也要有一個單位來作為來用 我們這裡辦料有工作 辦料也衰退 要處理 也要讓人聯繫 這要怎麼把它串起來 大家都有心 看出來 政府和大家合作 一定有一個 很好的成就 另外未來 少年人 剛才有說過 理事長在說 你270萬 到現在246萬 人越來越少 少年人住不住 少年住不住 貪不住 就住不住 但是如果我們中央政府 還是百多錢 我們幫大家集齊 希望大家可以 抖過這個難關 事實上 我相信 難關就要過去了 這兩個月 下個月 大概 這個 VA.5 觀察的稍微清楚一點 大概我想陸續就開 現在已經開始免簽在開了 來 國際觀光客 整整集 可以處理 經濟就要開始活絡了 我相信大家可以開始來及早準備 中央的旅館 很多 我做台北市的市長 我不會跟中央去對幹 完全沒有意思 中央有旅館有價位 有錢 地圖是要不要逃逃利用 向上來 打好起來 地圖的經濟 越做越好 住宅的部分 當然少年人 一定待會兒回來 台北市的少年人一直流失 一個多次 想法是靠少年人 老的 是做鬼沒在那 安排位在那 少年他來拚 他來拚 你沒有那個位 讓少年來拚 來拚 這個生氣哪有可能 所以我們未來 不管是按照住宅的政策 租金現在中央已經補貼了很多 台北加碼 加1500 讓少年要大 比較輕鬆 社會住宅 在減10%的助金 政府沒有在這上頭 和少年人 斤斤計較 我們在投資社會 像以前中央 經濟沒有 他們是導資人 導資我們的勞工 給大家人說 薪水補掉 大家可以撐掉 時機要復甦的時候 發聲就起來了 這個我在看 剛才 理事長在叫一下 後面 年輕人 不敢站起來 但我看到 確實來支持我 年輕人 也很多 都年輕人 我們一定要讓台北更多的年輕人進來 更多的觀光客 台北自己要走出去 美容美法業也是我們其中的一個重點之一 我們大家一起來拚 這樣好嗎 當然也提出了很多 幸福的一些相關的政策 有一些福利的政策 我們也陸陸續續都在提出來 這只要做未來 也補一些錢 有育兒 育兒是我也要補小孩來 用奶瓶 用奶瓶來啟冷 也有 這個推動說男女平權 整個的概念 是女人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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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替家庭社會 社會責任一樣 大家一起努力 社會的戰鬥力也會變得更強 今天我也想要說 很高興 大家來這裡 大家來修京 修天 我今年11月26 我要選市長 這裡有過的議員 邵維倫 陳賢慧 洪婉貞 林延豐 吳玉錦 劉耀仁 許家培 吳黑玉 陳賢慧 如果要做好工作 大家都在說 我今天也記者頭問 說我的目標 我想要 選票 我要過百分之五十 我沒有說 那三角度 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過半 誰要過半 選舉當然策略很多 美麗格格 很多 我感覺 台北市 候選人的官党 來看官 眼界要高 不是我們先說 贏你兩票就好了 這不是贏幾票 民主政治當然是票 這而已 但是候選人 要有這個官党 要要支持 台北分的人 要支持 那比較有意思 利用一個三分之一 剛才三角度 剛才剛才調 每天就亂不了 我相信 來過半 提出的政策 讓大部分人覺得說 選這個可以 提出來的政策 這個人說 這個人說是 公威勝威 我就是公威勝威 我怎麼說 我剛才說 你怎麼叫我阿中 我阿中 像西中 漂亮 市長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公威勝威 共彩承諾的事情 我們就去做 然後呢 要有一個市長的進步 不能每天在那裡打 議員很要緊 議員一定來全力打 我們這次 我們打出來的這個口號 我們的信心是這樣 我們的選議市長 要過半 議員要全力打 大家來跟我們支持 這樣好嗎 好 看了官 看了方 他真的會做的事情 每天在玩票 在玩到幾口銀 幾口銀 幾張票 幾張票 那不會大事 他的心如果這樣 做沒工作 我們不會這樣 我們是看了方 看了官 聽大家的意見 各個單位 公威 大家 社會團體意見 我們全長 大家做的來 好的事情 我們就來搶 搶到我們做的事情 議員停下 這個 這個社會的家 要緊張 是不是這樣 跟我們支持 這樣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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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十一月二十六號就要倒嶺 然後問一問還有這個十八歲公民權 那是要讓年輕人趕快能夠參與這個政治 所以拜託大家也要停嶺 我都聽到大家說要給他票倒嶺 但是我是這樣說抱歉 如果你們倒嶺這樣就可能我會不會掉 所以拜託大家是回去來Q票 這樣好不好 好 天氣到生氣七十天啦 七十天 一天拜託不用抗五通電話 這樣做得好嗎 這樣喔 一天抗五通電話這樣做得好 議員警告好 看得好誰 這個也要做會喔 議員也要做會條 還有做一個工作 這樣好不好 好 你又不知喔 你要抗五通電話 沒有 阿總是今天和大家很高興 和大家來擁一個感情 自己這個生活說給大家知道 把我們的報復講給大家聽 也希望得到大家的認同 我們就覺得說台北有點停滯 我們覺得說台北有點停滯 好 謝謝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 阿翔翔 這那個我也想 那個我也要謝謝 羅委員來 好 你今天又拍一個紀錄 今天算理會來上桌一次 我以前就差不多三個上桌 這次來理會也來四個 但是要給大家感謝進行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的慣例 都來議員也來發個動算 好 把他記錄了 好不好 Carnival 跟 做 ichen 其 開 docs 好 是